這個空間不是很大 所以我就不用麥克風 是外面 走廊那邊會有人進去 為什麼有人還有什麼地方 沒有走廊那邊會有音響出去 喔 這樣子是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姓陳 陳明恩 我今天要談一個題目就是說 我們要從得益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教育 今天的情況到底是什麼 從得益的角度 我們常常在講說 教育可以分成五個重要的部分 一個是得益 一個是治益 一個是體育 和勤 還有審美 這五個部分 可是喔 這是所謂東方人的分法 所以這個是特別是從 這個孫文建立民國以來 我們凱爾這五億的分別 其實在歐洲其實沒有這個樣子 跟第一個他們很重視的一點就是 德益跟美術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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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呢知識是一群 然後德益跟美術是一群 德益跟美術包含的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團體合作的部分 團體合作 就是這個 和群一個人的社會生活 所以德字體群美在歐洲 或者是在美國 它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 一個是知識的 另外一個是倫理的 那為什麼我說要從德益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教育 為什麼 因為我 並不是今天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來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生活才能夠和群 我們要怎麼樣生活才能夠有道德 要怎麼樣生活才能夠有德性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而是說你要了解台灣今天教育的現況 你要先知道什麼是德益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教育是從這個道德的角度去建立起來 包括台灣今天的教育制度 是從道德的角度作為核心去建立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了解到這一點 或者說不能夠體會到這一點的話 我們今天很多人在喊 說我們要教育改革 要教育改革 然後 講教育改革 第一個事情就是 大家都很生氣 很生氣 生氣什麼 我的孩子在這方面成長受到阻礙 他的孩子在那方面成長受到阻礙 然後就很多人在想說 我們的教育制度 我們的制度哪裡好哪裡不好 好在哪裡 不好在哪裡 就直接把制度拿出來談 但是我們沒有意識到一個事情 制度擺在我們的面前 它是怎麼來的 我們不知道 制度擺在我們的面前 但是這個制度怎麼來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它怎麼來的 你就不知道它產生了 它有什麼毛病 你不知道這個制度是怎麼產生的 你就不知道這個制度有什麼毛病 你不知道這個制度有什麼毛病 你就開藥去治理它 那你覺得我們的教育改革能夠成功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要討論的 所以我今天要把我的核心的問題 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要從得益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社會 但是得益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社會 還可以再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待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我們1945年 嚴格來講是1949年以後 在這裡我們所受到的教育 在什麼樣的體制底下受的教育 然後從德性的角度去看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從1949年到今天 另外一個部分是1949年以前 1895年以後 我嚴格來講是191919年以後 1919年就是那個 這個昭和天皇頒布 共學令的那個 共學令大家知道嗎 共學令就是在1919年以前 日本人跟台灣人讀書是分開的 日本人讀日本人的學校 台灣人讀台灣人的學校 1919年共學令以後呢 就是日本人跟台灣人是一起讀書的 一起求學的 所以台灣人的學校有日本人 日本人的學校有台灣人 雖然 這個日本的官方呢 有做了一些限制 讓台灣的學校 台灣人的學校 台灣人多一點 日本人少一點 讓日本人的學校 日本人多一點 台灣人少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怕日本人被台灣化了 他希望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但是他不希望日本人變成台灣人 所以1919年的共學令 就變成說 有台灣人可以讀日本人的學校 日本人可以讀台灣人的學校 這是天皇親日下令的 我們說叫做 教育賜儀的共學令 1919年 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也跟今天的得益角度有關 我現在要先從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從跟我們比較近的地方來談 就是說 國民黨來台灣以後 我們所接受的教育 國民黨來台灣以後 我們所接受到的教育 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要了解 國民黨到台灣來的教育的時候 我們要關注兩件事情 當然 這個不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 我按照的是 這個中心研究院的理因子 叫做他有寫一本書 這也是最近才出版的 就是這個 人文理性的中國 第七篇 他是由25篇論文組成的 在這本書的第七篇 叫做 知識主義的興起 清朝的時候 知識主義的興起 是怎麼樣產生的 我今天要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一直可以 可以 keep in mind 就是 一定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 在西洋的 在西方的教育裡面 不存在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只有在東方人的想法裡面 才存在 就是 第一個是 就是這兩個東西的爭議 第一個是尊德性 另外一個是道問學 這個是從宋朝開始的 從宋朝 這個是 這個是從宋朝開始 存在在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 學習的過程的爭議 什麼叫做尊德性 什麼叫做道問學 這個跟孔子的教導是有一點關係 孔子說 這個 學而實習之 這個 學而篇 孔子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 學跟思考 學習跟思考 哪一件事情比較重要 學而不思則亡 思而不學則在 所以他告訴你說 這兩個事情是怎麼樣 是一樣重要的事情 但是這兩個事情 從來就沒有一樣過 在西方它可以一樣 但是在東方 它可以 它從來就不是一樣的 問題是什麼 問題在於它的內容 問題在於它的內容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兩個事情拿來談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去看這兩句話 它被拿來對立起來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是我們不能夠理解的 就是德性 德性跟問學被擺在一起 被擺在對立的角度上面 也就是說 在中國呢 德性被當成一種知識來看待 德性被當成一種知識來看待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德性 我想要問大家一下 大家對德性的了解是什麼 大家對德性的了解是什麼 很難回答對不對 德性跟知識可以放在一起看待嗎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認識德性跟認識知識 是通過不一樣的方法來認識 但是在中國呢 是通過相同的方法來認識 所以這個爭議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爭議 存在在中國 這個爭論存在在中國 它是一個多麼重大的分歧 為什麼 因為這兩件事情沒有被當成兩個不一樣的事情來看待 而是對於同樣的東西 所衍生出來的兩種不一樣的方式 尊德性我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要認識道德的是非對錯 你要認識道德的是非對錯 是不需要通過學習的 你只需要做什麼事情 突然間的領悟 所以這個叫做尊德性 你要認識道德的是非對錯 你要認識道德的是非對錯 有獨中文系的 你可以做的 這可以做的翻譯可能比我更好一些 但是我只是從大致上來講 這個爭議 它在 它在強調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爭議在強調的事情就是說 尊德性就是 道德的是非對錯 道德的是非對錯 可以通過怎麼樣 可以通過 Intuition 就是怎麼樣 直覺 來獲得 或者是說 從佛家的角度來說 叫做頓悟 可以通過頓悟 但是呢 從另外一派的想法來講就是什麼 叫做道問學 你要學習道德的智慧對錯 要通過什麼方法 要通過博學的方法來獲得 要通過博學的方法來獲得 這個問題和這個爭議呢 不只存在在台灣 存在在中國 也存在在日本 這個都是受到中華文化很深的影響的地方 這個問題 就是尊德性跟道問學之間 學習跟思考的兩個 學習和思考的矛盾 德性和道德的矛盾 不只存在在台灣 存在在中國 也存在在日本 但是存在在日本跟存在在中國呢 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 但是台灣剛好又被日本統治過 又被中國統治過 那我們要從這兩個 為什麼要從這兩個方向來看台灣的教育 主要的目的就是這個 為什麼 因為道德跟知識沒有被區別開來 所以呢 我們的教育呢 都是按照道德的需要而成立的 而被設立起來的 台灣的教育 或者是說日本的教育 都是按照道德的需要而被設立起來的 那什麼是道德 這個就有真意了 什麼是道德 這個就有真意 所以在這裡就產生了兩個 我再重複一下 就產生了兩個不一樣的方式 一個是尊德性 一個是道問學 尊德性就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了解道德的智慧對錯 是不需要通過學習的 是不需要通過學習的 雖然學習很重要 每一個人都知道 但是呢 認識道德的智慧對錯呢 是不需要通過學習的 等一下我會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講法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對的 另外一方面叫做道問學 道問學是什麼 就是我們必須要通過廣國的學習 才能夠認識到天上 這個問題在日本 在中國 跟在台灣 我要強調 在日本 在中國 在台灣 都有存在的這個 都有存在的這個矛盾跟爭議 為什麼 因為在東方世界跟西方世界 不一樣的一點就是 東方世界沒有學科的分歷 在19世紀 或者說在19世紀末以後 在19世紀末以前 在東方其實是沒有嚴格的學科的分歷 在中國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在中國他們是按照經典來做分類的 叫做五經 然後在漢朝以前是六經 漢朝以後只剩五經 所以是按照經典來做分類的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另外就是從這個宋朝以後 中國的分類 又多了另外一種 一種叫做子學的 就是從研究思想的 另外一個叫做精學的 就是研究典籍的 整個分類的方法 這個 漁英史 這個 漁治 在這方面是專門的 我不專門 我沒有辦法多說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在這裡存在的這個矛盾 一個矛盾就是 知識或者是道德的真理 你可以怎麼樣 不需要通過學習而獲得的 另外一個是通過學習而獲得的 我們簡單來檢討一下這兩個東西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今天的教育 台灣的教育制度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了解台灣的教育 特別是了解戰後台灣的教育 你不去了解這個爭議 你不可能得到對台灣戰後教育的了解 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 我們先來檢討一下 就是從理論上面來檢討 我想要簡單的請大家稍微參與一下我的講話 就是 你們可以自願的舉手 不強迫 你通過你的經驗你要認識一個東西 比方說 我要知道什麼是藍色的 我要知道什麼是藍色的 我要通過我的眼睛去看 對不對 我要知道什麼是方形的 我要通過我的眼睛 我的肢節去了解 對不對 所以物理的知識 我們可以通過經驗來獲得 物理的知識可以通過經驗來獲得 化學也是一樣 生物學也是一樣 但是有一些東西不能通過經驗獲得 比方說數學 數學不能夠通過經驗來獲得 但是我們可以通過 人的思想力的計算來獲得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 A加B的平方 A加B的平方是什麼 A平方加2乘以A乘以B加上B的平方 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可以通過幾何寫來證明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圖來證明 這個是A A的平方 A乘以B A乘以B有兩個 然後這個是B的平方 這個是A的平方 這個是AB 這個是AB 這個是B平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幾何的圖形 是怎麼樣 去了解這個A平方 A加B的平方究竟是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理性的計算 從希臘文的角度 他們叫做Lokistekon 叫Lokistekon Lokos Lokos的中文叫做講話 講話 Lokistekon 叫做計算 叫做計算 計算是有一定的規則的 所以這個字我們在英文就翻譯做什麼 Calculation 這個字 我們在英文上面就發生 翻譯做Calculation 但是你去查英文字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Calculation的定義 跟中文的算術是不一樣的 算是不一樣 它是什麼 理性的說話的意思 to speak rationally 理性的說話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西洋人跟東方人想法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物理的我們可以通過怎麼樣 通過感覺 通過眼睛看到的東西 然後通過計算去認識 這個都是學習的過程 對不對 好現在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說 我打個比方 比方說 她很漂亮 漂亮 我認識到這個人 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這上面沒有牙開的 張宇婷 魚婷很漂亮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漂亮 美 你怎麼認識 有沒有人願意告訴我 你可以用觀察的嗎 我可以看到一個170公分的人 我看到眼鏡了 我看到兩隻手 我看到長頭髮等等 你都可以通過這個方面去瞭解 對不對 我可以知道從她的臉色 我知道她怎麼樣 她很健康等等 沒有問題 但是我能夠看得到她的美嗎 美看不到的 好壞不能夠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藍色的 藍色的你可以通過怎麼樣 感覺 經驗去認識 但是呢 好壞可不可以 美醜可不可以 所以在西方 他們很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 為什麼把 教育分成兩個不一樣的領域來看待 一個是什麼 審美的 跟道德 因為道德它涉及好壞 對錯 對不對 好壞對錯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有 共同的標準 好壞對錯 然後在這個好壞對錯裡面 有實踐的行為 所以要包含什麼 包含 社會生活 在教育裡面 要包含人的社會生活 然後社會生活之後 還要包含什麼 包含審美 藝術的 藝術的 審美的 社會 然後呢 在這個領域以外 切割開來了以後呢 我們留另外一個部分 來看待 那個部分是什麼 知識的 數學的 物理的 化學的 生物 然後第三個部分 我們也要知道就是 運用的 叫做運用的 運用的部分 不要說什麼 醫學 藥學 對人的 然後技術 科學的技術 技藝等等 所以 科學的分類 有很多 但是 就是因為有分類 所以我們不容易搞分 但是到了中國 我們所有中華文化的影響的國度 包含日本 甚至包含韓國 包含越南 包含菲律賓 包含泰國 都有相同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我們沒有把知識跟德性分別開來 我們沒有把知識跟德性分別開來 德性跟什麼 德性跟什麼有關係 德性跟是非對錯有關係 跟好 跟不好有關係 對不對 他跟好跟不好有關係 他跟人的行為是有關係的 而不是跟知識有關係的 跟知識沒有關係 但是跟人的行為有關係 但是人的行為有一個特點 就好像我今天要特別帶來一本書 這本書是小冊子 是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 這本書是亞里斯多德寫的倫理學 今天人類幾乎所有的倫理學 著作的開支點都是這本書 所有的問題都是從這本書出發的 從這本書出發 然後幾乎所有的倫理學問題 它的起源都是這裡 然後亞里斯多德說的一件事情 什麼是好壞呢 對一個肚子餓的人食物是好的 但是同樣的食物對一個吃飽的人是壞的 好壞就是有這個問題 什麼是好的 對於一個很有錢的人來講 對於一個很有錢的人來講 榮譽是好的 但是對於一個雞堂陸陸的人來說 食物才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好壞呢 就是人的行為跟人的行為相關的 我們在說尊德性這個問題 跟人的行為相關的這個領域呢 它跟什麼有關係 它跟人的行為有關係 就是怎麼樣 就是跟好壞有關係啊 這個好壞呢 的決定呢 是沒有共同的標準的 對我來講是好的 對他來講 對張媽媽來講不一定好 對某某人來說好的 對某某人來說不好 看過賽德克巴萊的人就會知道 對日本人來說好的東西 日本人覺得他給你提供最好的生活條件 但是對原住民來說 這個是最差勁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生活的條件不一樣 但生活的條件不一樣 判斷的標準也不相同 判斷一件事情的標準也不相同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差別 也就是說 當我們涉及到人的行為 涉及到人的行為 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判斷我做這件事情 它的結果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當你要判斷這個結果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這個結果不可能 對所有的人都一樣 但是呢 一個藍色 但是方形 但是A加B平方等於A平方加2B加B平方 這個事情是不可能改變的 對所有的人都一樣 對所有的人都一樣 但是好壞呢 對所有的人 對摩摩甲來說是這個樣子 對摩摩乙來說是這個樣子 對摩摩乙來說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尊德性跟道問學 這個對知識的追求 跟對德性的追求 是應該要分開的 但是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面 底下沒有分開 好 現在我們來說 既然沒有分開 那我們要怎麼樣學習德性 對中方人來說 對中方人來說 對日本人來說 對台灣人來說 對中國人來說 是三種不一樣的典型 是三種不一樣的典型 我們現在看中國 現在看中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中國 我們對中國的了解 跟我們對今天台灣教育制度的了解 是最直接相關的 在中國呢 關於這個問題 德性的標準跟來源 中國人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 中國人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 一個是體 一個是用 一個是穩 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不看 從這個1840年以後 體用兩個字在中國 是非常 非常受到重視的 體用兩個字在中國 是非常重視的 大家一直都在考慮 這個 中學為體 中學為用 或者是吸血為體 中學為用 或者是中學為體 吸血為用 很多這方面的意見 但是我們要知道什麼是體 而什麼是用 什麼是文 要考慮這三個關係之前 我們先要知道就是說 第一個 文是什麼 文就是六經 四書五經 就是所謂的這個道德性的經典 為什麼會有文這樣道德性的經典 這跟科技是有關係的 所以科技為什麼跟道德性的經典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是通過道德去服務政治的 所以文是非常確定的 就是古人所寫的經典 特別是六經 到了漢朝以後只剩五經 那體是什麼 用是什麼 用是什麼 這兩個字都不容易分別 體是什麼 用是什麼 這兩個字我們不容易理解 體是什麼 我們說體是根本 體是根本 所以你不能說 那個道德的體 道德判斷的體是什麼 你不能說道德判斷的體是六經 不能 你不能這樣講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是什麼 道德判斷的根基 不是六經 道德判斷的根基 是六經所說的東西 這個就是根本 用是什麼 它的運用 它的運用 可是呢 當中國人把這三個不同的部分 提出來以後 只有兩個部分得到發展 至少在人類的紀錄當中 在人類的文字紀錄當中 只有體跟物理得到發展 又不是1840年以後 我們才逐漸的看到 在一些年輕的學者身上 譬如說梁啟超 康友偉 甚至我們看到這個用 但是呢 他們的運用呢 通常都是失敗的 為什麼 因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面 沒有這個部分 沒有這個部分 或者說有這個部分 但是它從來沒有被發展過 這是非常 就是非常獨特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去看日本 我們會看到 日本接受中華文化 但是他們從一個完全 不一樣的地方 開始發展 就是從這裡 然後呢 日本用他們的方法 放在台灣 中國也用他們的方法 把它放在台灣 但是你要了解台灣 你就看不到 究竟台灣自己用什麼方法 去了解這三個關係 你看不到 所以我現在來講 中國人講體是什麼 君臣 父子 父父 人 義 禮 自 性 這五個部分 這是所有的儒家 所有的儒家 都強調 都重視的事情 所以中國人在講禮的時候 在講體的時候 就是中國思想 或者是道德思想的體的時候 他們最重視的就是什麼 階級的對立 階級的分立和服從 所以他們對於軍臣的服從 對於這個 夫婦之間的服從 這個社會關係要怎麼樣建立 要怎麼樣為政治所服務 要怎麼樣為鞏固政權來服務 這方面的規定 是非常清楚的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體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 余燕是說的 這個不是我說的 所以對什麼是體 君臣 父子這些鋼腸呢 對中國人來講是體 就是我們說根基 根基 這個是中國人的根基 君臣 父子 父父 人 義 禮 自 性 禮是什麼 禮就是社會規範 社會規範 字是什麼 不是知識耶 你知不是知識喔 人以理自信 知不是知識喔 這個全部都是怎麼樣 全部都是道德的規範 全部都是道德的規範 所以我們看到體 好了 現在我們看 我們 有知道體是什麼了 對不對 體就是這個東西 君臣 父子 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用 剛好這個部分 中國的經典裡面不存在 沒有這方面的應用 有個別很少量的 有個別很少量的 文件著作 比方說三海經 地理邪 水經著 地理邪等等這些 沒有看過 我也不能很斷定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很清楚知道 在用的這個部分很少 在中國的經典裡面 實踐的部分很少 比方說 漢朝有這個 論衡 論衡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 運用的 這本書 是很重要的 談運用的經典 談思想的運用經典 但是 這些經典呢 都是不被接受的 為什麼 他們都不是儒家的經典 他們都不是儒家的經典 這個是很奇怪的地方 這個都是很奇怪的 所以呢 我們在中國的思想裡面 看到兩個很主要的組成部分 第一個是 特別是政治 在政治所引起底下的主流的經典裡面 我們只看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體 一個是文 文就是六經 體就是什麼 社會制度 負職 負職 軍程 負職 軍程最重要 然後負職 負負 人 義理之進 就是這五個部分 手足成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教育的體制來看待的話 至少受到中國影響的地方 包括今天的台灣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設計的是什麼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設計的東西呢 剛好缺少了一個環節 那就是用 我們的教育制度所設計出來的 缺乏一個環節就是用 很多人會反對 我們有高 我們台灣現在有高職 我們有很完整的計指院校 對不對 我們有很完整的計指院校 有很完整的技術 技指教育 可是這個技指教育很成功嗎 這個技指教育很成功嗎 它不成功 為什麼 因為在設立這個教育制度的地方 的同一個時間 在設立這個教育制度的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執政者已經下意識的 我不能說他是故意的 已經下意識的把這個東西 當成最重要的 這個東西是什麼 國家地位 軍臣 軍臣 國家地位 那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說這是倫理的體的時候呢 它還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什麼 就是他是判斷好壞的標準 對不對 他是判斷好壞的標準 那既然他是判斷好壞的標準的時候呢 這個就變得很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在儒家的經典裡面 他從來沒有對好壞是什麼做過判斷 但他告訴你這是體 體是什麼 軍臣 父子 夫婦 還有人意自信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那麼重要 為什麼那麼重要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的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儒家沒有 儒家至少在秦朝先行的時候 那個儒家沒有把這個關係神化了 沒有把這個關係神化了 到了漢朝以後 董仲書以後 這個關係被神化了 也就是說 他被當成神一樣來摩拜 就是軍臣被當成神一樣來摩拜 這個事情一直到了今天的中國和30年起的台灣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在台灣受過教育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 都會有這種經驗 就是什麼樣 這個是一個娛樂 就是我們去讀那個 蔣介石小時候的故事 一個小孩子綁著辮子 然後站在河邊看雨 那個雨就往上面游有沒有 然後他就盯著那個雨花呆 然後就領悟到了他要變成什麼 要變成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 結果他後來就北花東征 然後建議一個偉大的民主共和國等等 這個就是以前台灣的宣傳 就真的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要是 如果這個題 軍臣負責 他要作為判斷示輝的標準 他要作為判斷示輝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示輝本身是沒有標準的 對某某假來說 好壞對某某假來說是這個樣子 對某某也來說是另外一個樣子 因為他受到不同條件的影響 但是他現在要給你一個規定 他要給你一個規定 就是通過這個題來規定 通過這個題來規定 他一定要有一個根基 這個根基就是怎麼樣 宗教信仰 就是宗教信仰 包括今天 偉大的毛主席 在台灣就是偉大的先總統講 他到了中國大陸就是偉大的毛主席 毛主席最近被人家看不起了 因為中國大陸知道真相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就怎麼樣 把祖先當成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牌位 我現在就是要回答這個 詩俊剛剛所講的那個問題 為什麼日本人是那麼仇 被中國人如此的仇視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人寧可不吃不喝 也希望能夠統一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價值判斷被神化了 偉大的祖先 希望祖國那個海峽的兩岸能夠統一 雖然偉大的祖先不是這樣講的 但是他們執政的當即 只要有本事 可以讓他們相信偉大的祖先 是這個樣子講的 他們就怎麼樣 就不吃不喝 丟掉信力 也要讓你海峽兩岸統一 偉大的祖國 偉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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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他民族當成神了 最近的愛國主義就是這個樣子教導了 偉大的民族告訴我們 偉大的民族告訴我們 說日本人是禽獸 所以呢 大家從很小的地方去看反日的電影 去讀反日的書 結果呢 到最後就變成仇視日本人 可是呢 你如果很仔細的去看 看今天中國道路的反日的電影 跟反日的書籍呢 基本上呢 創改歷史的 要比尊重歷史的 多得多 你嚴格的去看的話 創改歷史的 要比尊重歷史的 要多得多 這個就是怎麼樣 在這裡出了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你把他當成神來膜拜 你把他當成神來膜拜 他被神化了 你只有把他當成神 他才能夠怎麼樣 才能夠有作為判斷的基本力量 也就是說 我這個判斷的標準是什麼 從天來的 這個判斷的標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的教育制度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的 台灣的教育制度 當然跟這個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在設立各種 各種不一樣的學科的同時 台灣的 當局 或者是說過去的 行政 設立這些學科的 這些 教育家們 他們就已經下意識的 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 六億 把六億 把這些東西 把這些判斷 把這個判斷的標準 加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就只能按照這個標準來生活 按照這個標準來學習 但是這個學習的過程 跟這個教育體制的設置 缺乏了一個環節 什麼 有文 有體 沒有用 沒有用 好 所以雖然我們有技術教育 但是技術教育有沒有被重視過 沒有 技術教育沒有被重視過 所以我今天談的不是說要怎麼樣 怎麼樣促進我們的這個道德教育 不是 不是 是怎麼樣 是通過道德教育 我們比較容易了解今天台灣的現狀 現狀是什麼 我們來回過來看看日本的情況是怎麼樣 日本的教育 跟台灣的教育 跟中國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 日本也有體 有用 有 但是日本 我只能用簡單 因為我不是日本學的專家 我只能用簡單的說就是 日本 近代的價值的行程 是在德川 穆古的時代形成 我們就說 德川穆古的時代形成 德川穆古是什麼 是武士 所以武士 在開天霹靂 在互相征華的過程當中 武士在互相征華的過程當中 取得了權力 但是在取得權力的時候 這些武士呢 基本上是什麼樣 他們都不是學問家 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 中國是怎麼樣 中國是 所有有學問的人 跟有政治權力的人 都是 是怎麼樣 是一回事啊 日本是不一樣的 所以日本呢 他們 各個世事 但是沒有偉大的學問家 沒有偉大的學問家 所有偉大的學問家都在哪裡 都在民間 百分之九十是做和尚的 當 德川加康 統一了 日本的 以後 就很多人 就需要很多的 知識分子 來為他服務 這些知識分子 都在哪裡 不只是民間 百分之九十是和尚 百分之九十是做和尚的 做迴行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做和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 在戰亂當中 為了保命 只好怎麼樣 把他自己 跟 政治的最高權力 和解開來 把他自己跟政治權力和解開來 所以呢 日本的學者 或者是儒學者呢 在一開始 這個是 我可以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是 台灣大學 在幾年前出版的 有一個叫做 德川時代的日本儒學的論集 這個是 黑駐珍東京大學的教育學院的教授 所寫的 這是第二篇文章 叫做儒學與近似的日本社會 叫做儒學與近似的日本社會 這篇文章是很值得一看 而且有中文 在翻譯上面也是很前威的人來做翻譯的 所以這個我今天講的這個部分是從這個地方來 是簡單的 簡單的這個樣子說 所以儒學 被引進到日本的教育體制裡面 定不是怎麼樣 定不是以主流的方式被引進的 而是伴隨著什麼 伴隨著宗教的祭祀 伴隨著經世自用 所以儒家的學者呢 他一方面是 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的是和尚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醫生 木匠 醫生 木匠 然後製造武器的 製造武器的 兵法家 知道怎麼樣用兵的 然後和尚 怎麼樣超度的 所以他們一開始 他們對於知識的運用的起點是什麼 他們對於知識的運用的起點是什麼 是用 是用 那因為有這個用 所以他們對於文的理解 跟對於體的理解 跟中國人也不一樣 為什麼 在中國人來講文是什麼樣 就是經典嘛 六經 對不對 文是六經 體是這個關係 君臣 父子 夫婦 人一比之姓 文是六經 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講 這個文的範圍就大得多了 對於日本人來講 對於日本的儒學者來講 這個文 所涉及的範圍大得多 他不像中國人 在寧朝的時候 為了寫八國文 只有五本書可以讀 九本書 一個是四書 一個是五經 離開四書五經 以後卻沒有書可以讀 可是到了日本不是喔 他們怎麼樣 他們 這個文有炮術 炮彈射擊 炮兵 在 阿提爾 有炮術 有衣術 包括 所以他們的儒學者 跟藍學者 荷蘭的藍 儒學者跟藍學者之間 沒有很大的差異 為什麼 因為都是提供技術 提供技術跟提供運用的人才 那你要到現在問題是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日本是從用開始出發 這些儒學者從用開始出發 所以呢 他們對知識有要求 但是呢 他們的這個儒學者 會不會因此而怎麼樣 失去了對道德好壞的這個價值判斷 有沒有因此而失去這一點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道德好壞是由社會自然形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社會 就是因為 人這個 這個 這個 階級跟階級 不能說分離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非常有 非常有特色的 社會環境 跟日本非常有特色的 獨樹一格的東西 所以日本 就是說 我這一輩子做這個行業 我下輩子就要做這個行業 然後我幾代人就要做這個行業 那這個行業是這個社會階級 我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了 那現在到了德川時代 你這個儒者有可能改變 儒者 就是說這些擁有技術的人 他有可能改變他的社會意味 通過什麼 通過他的學問跟他所掌握的技術 醫學 好術 製造火槍等等這些技術 因為疫情被這個將軍 或者說被幕府採用 所以他的社會地位提高了 所以 對於體跟文呢 日本是從用出發的 日本是從用出發的 而這個呢 這個體呢 它就不是什麼軍者負責的關係 這個關係是什麼 社會群體跟社會群體 自己內部形成的規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不是通過政治壓力來規範的 可是通過什麼 這個群體 群體內部的 藥行跟藥行之間有藥行工會 藥行工會裡面有非常強的內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從文理學的角度來看 其實日本的發展是比較健康的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好壞對錯 這個對每一個人是怎麼樣 是不一樣的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對某某甲來說 食物才是好的 某某乳來說 容易是好的 某某餅來說 健康是好的 生病的人健康是好的 或者說醫藥是好的 所以好壞 是受到不一樣的條件的影響 但是這個條件 你把它放在相同條件的人底下 賣藥的跟賣藥的人 他容易形成怎麼樣 內部的規範 賣藥的 政治人物跟政治人物在一起 他也可以形成規範 法律家跟法律家在一起 形成規範 商人跟商人在一起 他容易形成規範 因為他們身處在相同的條件底下 所以我今天沒有帶那本書來 一個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日本在台灣的教育 他花在道德的時間上面更多 所以說過日本教育的人知道 在日本教育的教材裡面 有一本很重要的課 的課本叫做修身課 修身 修身課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德意 修身課就是我們講的德意 修身課就是我們所說的德意 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看修身課 在道德教育當中所佔有的地位 跟它的功能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日本人跟中國人 或者說我們所受到的教育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怎麼樣 日本人也用日本人做完美人格的點心 這個是中央研究院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台灣史的研究員 他做過這樣的考察 就是去考察這個日本時代 台灣的修身教育的課本 到底它的內容是什麼 那小學一二年底呢 都是用台灣人作為人格的點心 所以它裡面名字是亂取的 什麼阿山啊 文輝啊 武雄啊 這個是台灣人最典型的名字 武雄做人很誠實 文輝很誠實 文輝很誠實 這個就是怎麼樣 有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德性在這裡面 道德教育的標準在裡面 但是它是用台灣人來做點心 但是到了戰後以後 公民道德的教育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偉大的聲聞 偉大的講風 為什麼 因為這些偉大的人 這些偉大的人格 是因為我們 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些偉大的人格 和偉大的人 正是因為我們需要有一個偉大的神 因為我們相信了這個偉大的人格 學習了這個偉大的人格 所以怎麼樣 才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才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所以在教育上面 我們不要說教育制度的設計 跟道德設計 有沒有什麼關係 教育制度的設計 跟其實在亞洲 特別是韓國 中國 日本 台灣 包括越南在內 這些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 都在不一樣的程度 都在不一樣的程度 受到知識和道德之間的 矛盾的問題的衝擊 都受到這個問題的衝擊 但是各個國家各個地方 所面臨的問題 他們說這個衝擊 在他們的文化裡面展現出來的方式 是不一樣 在日本呢 因為儒家是通過用來產生的 所以呢 它的道德標準是從另外一個方向來形成 所以我剛剛要講說 去看待日本的那個修身的教科書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明顯的差異 就是我們看中華民國的公民道德教科書 去強調那些民族英雄偉人 因為他們有偉大的人格 我們要效果他 但是呢 在日本的時候呢 日本的教科書有什麼特色 他也用南木西典啊 他也用南木正成啊 他也用很多偉大的日本人 他也用很多偉大的日本人 來作為偉大人格的典型啊 但是在那些教科書 在那些教科書裡面呢 他做了一個事情 跟中國人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他不介紹這些人到底是不是偉人 他不介紹這些偉大的人物 到底做了什麼公司 做了什麼偉大的貢獻